讓它之間的資料傳輸距離 可以縮小到奈米的等級 主打高效又節能 它是全球首款可彈性延伸的3D AI 晶片 我們可以把傳輸的速度頻寬增加了八倍左右 同時也可以把功率降低到十分之一 這樣的技術也很榮幸在今年度 獲得全球百大發明獎 Edge端的運算 或者是說一種各種不同的應用 乃至於在AI Server上面的這樣的一個應用 都是一個很具有競爭力的一個新的技術 生成是AI推動科技革命 工研院研發馬不停蹄 像這個AI智能晶圓研磨系統 能提升加工效率3到5倍 是跨時代的技術 讓砂輪可以自動的一個 自動的一個修復 都保持一個很堅定的狀況 那可以讓我們碳化系的一個晶圓的一個研磨過程 非常有效的一個精進 半導體大展上 經濟部產業技術司大秀旗下研發實力 不只晶片和晶圓加工 包括開發完整的車載化合物半導體 還有AI伺服器高階晶片散熱方案 都有助於提升台灣半導體供應鏈 可以高達1200瓦的散熱功能 所以這個也呼籲了說我們台灣在這個 這個AI Server 周邊的一些相關的這個技術的發展 這個也是目前台灣是有比較領先 集結產官學界心血 一口氣展示45項前瞻技術 經濟部要讓台灣在全球AI產業競賽當中 奠定堅實基礎 就等你